懂了?小知识,大事件! 心情,刘斑 星台满地出情后 绿树无人,咒梦鱼 唯有南风就相识 偷开门户,又翻书 心情是宋代诗人刘斑的一首 七言绝句,夏日出情 诗人午睡醒来,只看到窗外的绿树和青苔 忽然,一阵南风把房门吹开 又掀起桌上的书页 诗人说这是他的老乡时 来偷偷访问他了 诗中描述了心情之后 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 语言通畅意小,而又情趣十足 最后两句,诙谐而有创意 用拟人的手法,把南风当作老朋友看待 而在这无人来访之时 对于南风的造访,便产生了一种情窃之感 因而南风也无所顾忌,可以随便翻书 成了诗人的知音 于是,就在无人的境况中 平添了不少引人遐想的情趣 全诗构思精巧,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就是刘斑的心情 大家都读懂了吗? 感谢观看